接著就講一下怎樣不找神功師傅或不找師傅的情況帶大家去清 因為畢竟一年,在我角度香港會出很多尊嚴 例如舉例,一年可能都會出到幾十個醫生或幾十個律師出來 但一年香港真的找不到,一年就不會出很多師傅 或是有驅軌能力,或是真的幫到大家捉軌 我想一年都可能一隻手指都掃得完 我們真是人才凋零 我們這代死後都幾嚴重 講講自己怎樣去驅軌 如果你自己驅軌,其實很簡單 不過都是那一句,是未入身,即是在旁邊生氣的情況 首先,你一定是氣血是很差的 你會否聽過一些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血氣方剛 天天去踢球打籃球的年輕人會被他搞 不是沒有,都是有的 不過可能是八宗都無一 球助個案當中一百個都未必有一個 因為他的血氣真的行得好 另外就是,女性是會容易一些的 這個不難理解,大家都明白 女性應該每個月都總是會有些日子 是會令到自己的血氣不好 兒媽到的時間就會容易令到自己的血氣不好 所以整體女性的氣血是比男性差 都正常的,正常的生理現象 加上香港的女士就大很多都不太喜歡戶口活動 所以你叫她大熱天時的行山嗎? 當然有些很喜歡戶口活動 都會有這些女性,相對畢竟都是少數 大家都是喜歡走商場,去買東西 連走多步路都會嫌疑 這些女性都多 所以女性是相對容易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另外就是年紀大了少少的人 可能去到四五十歲打後開始氣血差 即是睡覺睡都沒有那麼好 就會容易會有這個現象出來 針對這件事其實都很簡單 其實大家做一些大氧運動 什麼叫大氧運動呢? 簡單來說就是你不需要很劇烈 你令到你的心肺去回復它應有的功能就可以了 例如舉個例子 你去公園 你不用跑的 即是可能你只是急步走走 令到你的心肺移動 時間都不需要很長 可能你大概三十分鐘已經是非常充足 你不需要很劇烈,謹記 尤其是不做開運動那些 幫幫手,你不要做好劇烈 因為你做好劇烈 你就會令你很辛苦,下次你就不做了 你寧願由淺入心 可能舉個例子 最初走十分鐘 然後走順了的人 過一兩天你就走二十分鐘 然後三十分鐘 其實去到三四十分鐘 我都覺得已經足夠你能動到的氣血 這是其中一樣會比較大的幫助 我們留下節再說 還有甚麼可以幫助大家